三分捧七分斗 这是相声界多年来传下来的老俗语 就目前的市场划分来看 占领市场最大的相声班子 应该就是郭德纲创立的德云社了 那德云社拥有的捧根演员自然不差 其中最著名的两大捧根 一位是老郭的搭档 又相声皇后美名的于谦 另一位就是德云一哥远云鹏的搭档 没错就是那个养大象的孙悦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 德云社头牌师徒的搭档却是同门师兄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相声界还有一个惯例 演员演出前都会提起自己的诗诚 就比如岳云鹏外出演出 每场都会自我介绍说 自己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师傅是郭德纲老师 一来是说明自己的诗诚 二来是表达对老师的尊重 那为什么作为搭档的孙悦 却鲜少提起诗门呢 孙悦既然和于谦师出同门 又为什么甘心来给师侄当绿叶呢 而如今的岳云鹏早已红遍全国 影视综艺邀约不断 那几乎快要被隐藏到幕后的搭档孙悦 如今又在做些什么呢 说起孙悦 最广为人知的还是养大象的那段经历 不仅为外人津津乐道 就连社内的演员也常拿这件事情杂瓜 从养大象到知名相声演员 虽然这个行业跨度比较大 但其中的关节也很值得一提 据传言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是孙悦的祖父 其实不然 他只是孙悦母亲的舅舅 也就是孙悦的舅老爷 至于传出祖父之类的传言 也不过是有人给孙悦抬身价罢了 就像郭德纲每每在台上介绍侯镇时 都会特意点名 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长子长孙 事实上 孙悦的相声是在少年工学的 直到十四五岁才知道 家里还有一位说相声这么厉害的大师 而那时的李文华 因病做了咽喉手术 已经不能再给孙悦传到收叶解惑了 但他对后辈中 唯一会说相声的孙悦 那也是一种别样的喜爱 所以介绍了当时很著名的 一位女相声演员 也就是马桂荣先生教学 马桂荣虽然相声说得好 但在相声行里是实打实的海青 是没有办法收徒的 于是便将门下的一众弟子 都挂名在前夫赵小林的名下 也就因此 孙悦成了赵小林的徒弟 可没想到 没过几年马赵两人婚姻破裂 当时挂在赵小林名下的徒弟 也面临着选择 有的是跟了是海青的马桂荣 当然 也不乏像孙悦那样选择离开的 毕竟孙悦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看不上说相声的不说 况且那时的相声市场并不景气 孙悦在师门变故和父母压力之下 虽然热爱 但也放弃 后来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北京动物园工作 这也是孙悦频频被说养大象的由来 不过在当年 相声是永远不知道下一场在哪说 出一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行当 而动物园却有汉烙饱收的工作 在体制内每个月都有工资 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 关于孙悦养大象一事的由来 也常常被演员拿出来说事 据说是当年李老先生临终托孤 将孙悦托付给了江坤 但是一句相声 只说到了相就咽气了 江坤就误以为孙悦喜欢大象 这才安排孙悦去动物园养大象 当然了 这也是舞台上的段子而已 当年的相声行业不景气 江坤肯定不会犯糊涂 费尽周折 打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悦 直到2005年 郭德纲带领的德云社 渐渐有了名气 不少人重新燃起了对相声的热爱 从来没有放下过练习相声的孙悦 看到相声活了过来 也当下集结了十几个热爱相声的兄弟 成立了一新社 可相声活了 并不是每个社团都会活 孙悦的一新社不温不火 甚至还常常免费演出 郭德纲就是在这样一场免费的演出中 认识了孙悦 有同样的热爱和才华 捧豆相互吸引 郭德纲也不过比孙悦大了六岁 除了相声之外 能聊的话题也不在少数 自然是相见恨晚 而当郭老师邀请孙悦来德云社演出时 孙悦却犹豫了 一人倒是来去自由 但是当时手下有十几个兄弟 一搏云天 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而当时的德云社也是求财心切 老郭毫不犹豫 大手一挥 全都来吧 把人就劝我兄弟 来吧 来这儿什么都好 什么都管 后来我唯一的我提的要求 是因为我手里有一帮兄弟 十多个人 我去德云社行 我的十多个人怎么办 郭老师没打科本 我全要 这也就是为什么 孙悦只是德云社签约的演员 却被认为 使得云社最忠诚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尸城问题 在相声界 没有尸城的海青 想要立足 那真的是难上加难 就比如杨绍华老先生 虽然弥满天下 群尸城没有解决 至今备受争议 而之前 给孙悦传道授业的马桂荣 和郭德纲之间 还有一些别的矛盾 自然加在中间的孙悦 左右为难 但好在当年并没有摆之一事 郭德纲左思右想 最后选择了温和的石副宽先生 也就是于谦的授业老师 他可是国家的一级演员 不仅多次登上春晚舞台不说 还被列为 中国十大小型之一 于谦这一身 万物皆可捧的本事 就是受到了石先生的真传 虽然声誉颇高 但他在相声界内 是有名的人诞如菊 再说 当时名下 已经有了于谦这个德云社弟子 再挂名一个孙悦 也无可厚非 也因此孙悦被引荐给石副宽 成了于谦的同门师弟 但因孙悦前面已经拜师 又再次拜师石副宽 在相声圈内 这被叫做跳门 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况且石副宽 只是孙悦的挂名师傅 并没有教授过知识 两人的感情也并不深厚 也因此 孙悦几乎在台上 很少提起石副宽其人 解决失诚问题 这也就成了孙悦忠诚的 另一个原因 其实说孙悦 不会离开德云社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舞台 孙悦自六岁 开始喜欢相声 尽管父母反对 尽管有了汉落宝说的铁饭丸 但孙悦想做的 只是相声演员孙悦 而在那个机会难求的时刻 是郭德纲收纳了他们一众兄弟 给了孙悦一个说相声的舞台 给了他跃云鹏一个这样的搭档 不仅能靠相声养活自己 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甚至和搭档跃云鹏一起 多得了欢乐喜剧人的全国冠军 十年折服无人问 一招成名天下之 如今的孙悦不仅在相声上成就颇高 被称为黄金绿叶 还收获了名誉 证明了自己当初的选择 但最近有人在整理 德纲收演出表的时候却发现 德纲收目前九个队中 并没有月云鹏和孙悦的名字 没有名字就没有演出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或许主要原因 还是月云鹏现在太忙了 不知何时 他已经悄悄地跳出了相声舞台 活跃在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中 既然有搭档的忙碌 自然就有孙悦的优先 闲下来的孙悦 平常喜欢和师兄于谦 一起赛马喝茶 能看得出来 两人私底下的关系十分要好 除了享受生活之外 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写写剧本节节演出 真正实现了相声自由 而曾经一度让孙悦自卑地肥胖 在舞台上也成了他独有的风采 喜庆带点可爱 幽默带点严肃 和月云鹏的欢乐跳脱互补 而最近的孙悦和月云鹏 也再次搭档 在澳门皇家剧场演出 虽然是内部演出 但可以看出 相声舞台上的孙悦 是闪闪发光的 也许只有真正的热爱 才能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才能因为郭德纲的一个承诺 站到桌子里面隐藏 甘心捧视之月云鹏 这样的孙悦 尽管有跳门拜师的潜力 但并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喜爱 视频前的你是否同样喜欢 这一对黄金搭档呢 欢迎在评论区积极发言 我们共同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江山富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